各位,昨天在我複述林鄭月娥女士接受立法股質諮詢時曾提到 在資本主導之下貧富懸殊是很難避免的 其實在任何自然的現象之下 因為人是有互相的差異貧富懸殊是完全不可以避免的 問題只是我們到底要貧富懸殊去到什麼地步 要多有錢和多窮 這就是我們所要關心的東西 我們要知道這件事在世界上 因為我們的出身環境不同 我們的教育不同 我們的思考辦法、個人喜好、本能、潛能等等 全部不同 所以我們是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樣的 既然不可能一模一樣 亦都不可能完全平等 另外在Econom physics 上 即使用物理科的方法去處理經濟問題時 我曾經跟大家說過 當我們每一個人是一個自由的主體 我們是一個自由的主體 我們是自由的 我們可以和其他人有經濟的來往 在這個經濟的模式下 我們可以等同於看 像一個氣體一樣 我們在物理學上面的 Ideal gas 氣體 氣體裡面的分子和分子之間互相相撞 是交換分子和分子之間的動能 Kinetic energy 我們可以想像是一個 自由社會 所以經濟的活動等於人與人之間 是交換互相之間的金錢 而當在一個物理上面 一個理想氣體裡面 能量就不會改變 即是我們沒有外面加能量進去 也沒有把能量拿走 同理在一個自由社會裡面 金錢的供應基本上是穩定的 當然今天的經濟是會有一些 政府會操控金錢的供應 但我們在大致上來說 我們可以假作 我們的經濟交往之中 金錢是行手的 即是說我不可以變錢給你 你不可以變錢給我 在這個過程之中 財富的分佈 就會等同於在氣體裡面 動能的分配 我們看到這個動能的分配 有大部份人集中在一個相當範圍 有部份會高一點 有部份會低一點 現在從調查之中 我們都知道 在人類社會裡面 財富分佈大致上都是相同的 除了什麼 除了非常有錢 那群人 就離開了這個物理上 對應的定律 這一點我們要大家同意 但也可以另外提醒 就是這個分佈的闊度 離開多遠 即是說 最有錢和最窮相差多少倍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物理現象來研究 我們現在不要拖這麼遠 我們回到現在的財富問題 在一個極度追求利益的情況之下 資本集團 它是不需要經過工作 自然地可以產生財富的 而大部份的人都需要勞動 需要工作 勞動這個字 我們販子 是壽薪的工作 在這個我們的壽薪工作之中 我們會得到不同的報酬 這個報酬可以說 就是將整個做事來講 就是我們一個經濟活動 這個經濟活動自然會產生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出來的利益 分配方法 在現在的一個資本社會的國家之中 分配方法就是由資本決定的 就是說工人基本上要跟僱主 是爭取收入的分配 是希望爭取多些 而在一個極端貪婪的社會裏面 資本主義的資本家 就盡量剝削這些其他經濟活動之中的要素 而賺取最大的利潤 而將最大的利潤分在自己身上 而在整個經濟活動之中的其他要素 它能夠分配越少的經濟利益就越好 這個就是基本上 資本主義之中所預見的大問題 是不是不好呢 也不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全世界大半的國家 都是資本主義推動的 但亦都有非常大的其他的社會問題 貧富懸殊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低下階層的生活 他們怎樣可以使得他們生活得比較好些 而有錢的人當他們有這麼多錢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金錢可能會放在那裡 即是說有些資源放在那裡 是不能最有效地利用的 如果我們能夠將貧富懸殊縮小 其實對整個社會來說 那個所謂滿足感 那個社會的蓬勃程度 安全程度和穩定性 都會大大地增加 社會一個不穩定的來源 就是因為有些人真的沒有辦法吃東西 所以要挺而走險 一挺而走險 自然就會可能造成一些人命 或者財物的損傷 這個不是一個社會穩定要求的東西 如果人人都是風衣足食 生活無憂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使大家 就要去作奸繁殊 已經生活無憂 不如好好地過日子 好過去挺而走險 當然有人會比較上是不得滿足 一樣 這是人與人之間有個分別 是對擁有財賣特別要求高 所以他覺得自己未夠 努力一點 有機會讓他做的話 他也不需要挺而走險 這個對社會穩定 對大家的安全是非常之大的好處 另外我們也看到 在一個社會裏面 不多不少一定有些人 是不幸 不幸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殘疾 可能是因為環境 譬如在中國脫貧的過程之中 我們知道有些社區 因為離開中國其他社區太遙遠了 即是說他沒有路通到他的地方 因此又沒有電又沒有水又沒有路 他自然就是貧窮的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可以通過 起路、接通水電等等 改變他的生活 這是一個方法 有些地方很貧窺 貧窺到根本是寸草不生 那你又怎樣呢 這也是自然環境影致 有人真的貧窮 作為一個社會 我們大家有同情心 所以除了純粹的經濟效益之外 我們還要說一樣的就是我們的道德 我們的道德引致我們 對一些不幸人群 願意提供援助之手 我們見到在任何有天災人禍發生的時候 大部份的人都願意奉獻一些東西出來 可能是錢、可能是力量、可能是經驗 各種各樣的東西 使得這些不幸人群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緩衝 我們見到2020年 當武漢發生新冠肺炎的時候 當然第一件事 我們要為全中國其他人民 和世界其他人民負責任 所以不可以讓病毒向外抗散 所以政府第一件事就封了城 封了城之後 在武漢城裡面的人會怎樣呢 如果我們全部人都完全沒有道德 沒有同情心的話 就封了城 守住門口 不讓你出來 出來又找幾個人掃你 任由你裡面死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不可能的 我們不會接受這樣的方案 換句話說 我們為什麼不接受呢 因為我們有同情心 我們同情心出來 不行 我們現在封城是為了保護外面的人 但在裡面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無辜 因為病毒是天然的事 他們這樣叫天不應叫地不民 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就是 我們所謂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那些人湧進來 很多都是出於同情心 出於道德水平 那就是說呢 當我們考慮到財富分配 或者將經濟利益分配的時候 有一小撮人 有一小撮人 就會希望自己拿到最大利益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呢 那個經濟的效益 應該是一個比較公平的方法 是分配給整個有參與 這個經濟活動的人 身上就不應該 由一小撮人 拿到最大利益去 所以這裡 我們就要看一個就是 分配的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 這是一個引指 講了第一段聲音 待會再跟大家講講 我們有什麼分配的好方法